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这十二条 它这样的分布规律到底是遵循什么样的规律 那当然了 直接咱讲到再说吧 咱知道就是说 学真究的人一般 学真究的或点确的人都知道 咱身上有十二正经加上七经八脉 那十二正经就包含了 首三阴首三阳 足三阴和足三阳这十二条 同时了就是说 这个除下这十二条正经以外 还有七经八脉 七经八脉都包含什么 代脉 冲脉 阴维脉 阳维脉 阴桥脉 阳桥脉 加上人脉和都脉 总共这是二十条经络 当然直接那个七经八脉 回头咱再说 然后咱今天就主要说一下这个十二正经 首三阴 咱知道就是首太阴碎经 首绝阴心包经 首绍阴心经 首三阳 首太阳小长经 首阳明大长经 首绍阳三交经 足三阴 足太阴脾经 足绝阴肝经 足绍阴肾经 然后足三阳 足太阳膀光经 和足阳明卫经 和足绍阳胆经 这个就是它的基本规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上就是说 它这个阴和阴是对应的 阳当然和阳对应的 你看 都是根据太阴 绝阴和少阴 这样的分布规律来 那同样三条阳经也是 太阳阳明和少阳 这样的规律来的 当然了 他们本身有他们自己的巡行路线 但是他们综合起来的话 就是一个闭合无端的 循环12个时寸 24小时的一个 这个经络的完整的 这个巡行路线 当然了 刚才咱们提到了 就是说12时寸 那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子骨留住 这个就是它所有的巡行规律 大家知道 就是说 费经 足太阴费经 它的这个 巡行是早晨的三点到五点 然后 新包经呢 是下午的七点到九点 这个新经呢 少阴新经呢 它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 然后 小长经的话 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 大长经是早晨的五点到七点 这个三交经呢 是晚上的九点到晚上的十一点 脾经呢 是咱们早晨的九点到十一点 甘经呢 是咱凌晨的一点到三点 圣经呢 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 太阳 膀光经呢 是直接下午的三点到五点 魏经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 胆经呢 是凌晨的十一点 不是 呃 半夜的十一点到凌晨的一点 它就是这样一个 把一天分成了十二个时寸 然后巡行的一个规律 这个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我单独的把它这么说出来 因为实际上来讲的话 就是根据子午留住 咱大概就可以来判断 这个人 他身上的疾病到底出在哪条经络上 你比如说 咱举个例子来讲 大家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 或者感悟 然后咱会发现很多人 他一般情况下都晚上到一两点的时候 他就特别难受 但是过了三点以后 他慢慢的就舒服了 就能睡下了 这种呢 那是哪里的问题呢 咱知道一点到三点 这不嘛 这是干精 所以说咱大概就清楚 咱要处理的话 大概要从干精上来处理 当然是要补还是要卸 是虚还是实 这个咱需要再看 但是咱大体有了个方向 这个子午留住的话 可以用来直接就是诊断疾病 同时呢 咱就是针灸的方法里边 有子午留住针法和灵规八法 都是根据这个时辰来推导 来治病的方法 当然以后咱讲到的话 咱也会继续再讲 这个呢 就是咱基本的一个 就是关于十二正经的一个基本知识 那大家知道啊 就是说 咱在经络上 咱会有这样的说法 叫直接就说表理 什么叫表 什么叫理呢 一般咱知道 就是五脏和六腑 他们处于一对一对的定用关系 那实际上来讲 咱知道肺 与大肠相表理 然后 这个心包与三胶相表理 脾和胃相表理 这个心和小肠相表理 然后肝和胆相表理 肾和膀胱相表理 当然这有什么用呢 当你直接就说确定了一个人 他的疾病 假如说啊 在脾经上 但是咱知道脾经的话 他只能补 不能陷 那这时候如果他是一个石 那你要陷 怎么办 那这时候的话就说 那脾经上边的穴位 我找不到合适的 我就可以用 这个胃经上的 胃经上的某个穴位 那哪个 具体是哪个穴位呢 一般情况下 因为胃经的话 也是需要补 但是胃经上 有一个特殊的穴位 是可以卸的 那个穴位叫风龙 这个穴位是可以卸的 这个就是他最简单的 一个基本应用 就是表理关系 那当然了 就是说 董事齐穴里边 就是其中 这个说法的话 不是董事齐穴先提出来的 他是明朝 有一个医学家 他在他的书里边 就提到了脏腐别通 一脏一腐 一阴一阳 一手一足 这个 来决定了 就是这些 他们之间的别通关系 当然今天 我就是给大家起个头 明天的话 再跟大家具体讲 这个别通的关系 以及 这十二经络 为什么 是这么分布的 为什么 太阴 守太阴肺经就是肺 然后绝阴经就是心包 为什么 他的位置 为什么在这里 明天我将会给大家介绍 好 大家再见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